我對台北縣始終感情融落 但我不會選P站姿 八年前前新政院長蘇貞昌 在神明面前發誓 不會再選新北市長 現在P站袍投入選戰 要如何說服聲明原諒他 成了關注焦點 相較過去幹勁十足 窮窮窮 氣勢收斂不少 因為來到全台唯一 老鷹坐鎮的鼎泰山岩 最忌諱的就是心口不一 老鷹的眼睛是很銳利的 凡是來這邊參派的人 善惡人心 歷變 所以到祖師面前 是不能說謊的 每一拜都比身旁的人 更深更虔誠 因為蘇貞昌知道 有雙銳利鷹眼緊盯著他 做不到八年前的誓言 成了他心頭永遠的痛 考慮到這個一個國家的前途 考慮到這個社會上的需要 是最重要的 覺得聲明會原諒嗎 對 會 對 會 這個人一批到十幾個人 我們現在的人 就說聽鬼不聽神 這個開開玩笑 因為我們這邊 中英節的時候 人比我們那個祖師也 九月十八人還多 我就開開玩笑之後 現在的人怕鬼不怕神 話沒講明 但行動上支持藏也藏不住 年底會選誰 氣氛很明顯 不過神明是否願意 原諒蘇貞昌 年底選票會給出 最後大愛 二十五月 九月八月 三十五月 一時 二十五月 反正 玉